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土地持分不足的问题 那讲到土地持分不足 在法拍物的世界的话 各位只要记得一个口诀 就是如果这一笔法拍物是有土地持分的建物的时候 你用建物的价格买到建物是最有利 你如果是用土地的价格买到土地是最吃亏 那进一步的内容的时候 各位可以慢慢参考我的其他的YouTube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提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提到所谓的土地持分不足 土地持分不足基本上来讲 它有意义跟没有意义的地方是差在哪里 如果对完全很新的房子 或者是预售屋的房子 基本上土地持分不足 它这个东西是不成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房子在经过未来的50年到100年之间 它不会重建 它就不会有土地持分不足的问题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房子是旧的房子 是中古屋的房子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是未来会拆掉的房子 土地持分因为牵涉到未来你分房的依据 这个东西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说你今天在法拍 你是用中古屋的观点 那当然你会有所谓的持分不足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古屋的话基本上来讲 你同样价钱 你买到一个持分对的 跟买到持分不对的这个东西 代表说你还必须要再额外发一笔费用去处理 就好像我们讲 如果同样价格 那你今天可能你在法拍的时候 一拍二拍就进去了 那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进法拍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成本跟风险 什么叫做成本跟风险 举个例子来讲 你今天要请人家搬屋 你要不要给拆迁费 那你今天如果你不能进去看到房子 是不是有些房子要修护的地方是很多的 所以你如果说今天在中古屋 你当然可以看到房子的那一块 你的估价会是正确的 可是在法拍屋 你估价是没有正确的 可是你竟然是用中古屋 或者我们讲用市价的价格去买法拍屋 这根本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 把你没有考虑到的风险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维修费用 这个东西的时候都弃之不顾 这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在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来讲新陈屋 你看它为什么会没有持分问题 甚至有人会强调说 这个东西会牵涉到未来的扫缴税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在买卖过程当中有土地增值税 或者比较大的税款都是发生在土地 它会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有的人会鼓励说 如果新陈屋啊 或者是预售屋啊 对不对 只要价格对 你还可以用土地持分不足的这一个观点 去把这个价钱杀下来 那你不仅可以杀下价格 而且你还可以扫缴税 所以基本上新陈屋 应该是没有土地持分不足的问题 那中古屋只有价格问题 那它的部分的时候 它中古屋是会有土地持分的问题 那未来都跟屋的话 也会有土地持分的问题 持分不足的问题 那法拍屋啊 我个人认定的话 除了上述上面那个想法 你要记得一个关键点 就是有土地持分的建物 用建物的价格买到建物最有利 然后如果用土地的价格买到土地最吃亏 如果在法拍屋 一二拍 它基本上来讲 它是有持分不足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观念有点类似 中古屋的买卖 你如果在一二拍上去 它那个价格是接近市价 或比市价差一点点 基本上来讲 你买到的东西 当然是 它应该有涨的什么样子 你就要用那个价格去买到 你如果没有考虑到 你就会吃亏 可是如果是三拍跟特拍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土地持分的问题 三拍跟特拍 或者第四拍 印买公告中间还有一个拍 只有所谓的合法跟不合法的问题 各位懂这个意思吗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合法跟不合法的问题 又回到刚才这个例子 那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做一个区分 有一个人 他今天算 这是以前的法拍案例 就是一个房子 那他父母也算蛮怪的 正常我们房子的话 一个房子 我们要分给两个子女 我们通常都是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对不对 这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 这个 第一个儿子是土地二分之一 建物也是二分之一 第二个儿子也是土地二分之一 建物也是二分之一 可是很怪的是 他这一个 这一个法拍物的案例是这样 就是他就一个房子 他把建物的这个 这个部分的时候 是给儿子 然后土地的部分 就给女儿 那可能是怕这个儿子 把钱花掉了 那基本上 那也有可能是为了结税 或者他儿子的钱会比较不够 或者是建物的比例 是比较低的 然后 儿子住在里面 结果后来这个儿子的话 他的房子被法拍 那被法拍的时候 请问各位 拍到的是不是只有 他是一个有土地持分的建物 那谁在使用 就是他的儿子在使用 然后结果 人家用建物的价格 买到这个建物 但是他没有土地持分 土地的持分在女儿那里 那早期的部分 在20年前 我还没有研究法拍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个问题好复杂 我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好可怕 竟然会有人要逼你 逼你去买回这个土地 你才能住 那逼你 既然他可以逼你的话 他是不是 他就可以开天假 他就可以要挟你 他就可以吓你 那后来 当我熟读了 这种相关的案例之后 发现在法律的世界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惊况 为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跟你强调 在合法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 他是不能够要挟你的 那如果我们换官一个例子 如果说这一个东西 我们这样把情况相反出来 就是儿子的建物给拍卖 刚才是那个例子 现在的话 是女儿的土地给拍卖 那你刚好用土地的价格 买到土地 那请问你该当怎么办 这才是真正问题 问题是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的话 这个建物现在目前是儿子在使用 那儿子本身 他有百分之百的建物的钱 只是他的儿子 没有土地吃粪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是最吃亏的 我们是说 站在法律的观点 那当然有人会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儿子可以 你可以逼那个儿子去 去买另外的土地吃粪 甚至于说 你也可以跟他做交换 甚至你也可以去告他 但我个人知道 就在合法这个领域 在司法程序这个领域 买土地的人 用土地价格买到土地的人 是吃亏的 针对所谓 有土地吃粪的建物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拍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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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